复理厢长江东城协头代表会主席叶嘉宏 还有代表杜金摩及各村村长 在工作前转发新北市共辽区慈善服务协会 预理分会捐赠的物资 慈善服务协会预理分会张志超 他代表协会慷慨捐赠390包3公斤的白米 总共有1170公斤 复理厢厢长江东城与代表会的主席叶嘉宏 代表杜金摩与各村的村长 在工作前大门口前转发新北市共辽区慈善服务协会预理分会 所捐赠的物资 慈善服务协会预理分会张志超代表协会 慷慨捐赠390包3公斤的白米 总共有1170公斤 这个乡长在预理镇的时候就刚好大地震 也有一个就是缘分 后来乡长来到复理之后 复理挺意地在发展 他有关心一些感恩户 然后乡长也就分约到这一次的白米 然后让我们也有机会为复理来服务 借由这些物资的赠送 期待能给予在生活中更多的支持跟关怀 让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安心度过日常生活 这种活动不仅仅是物资的赠送 更是对弱势家庭和长者的一份慰藉和文心 给我们生气人间的温暖 感谢他们抛砖引役 我想所有的乡亲都能够接收到 他们的一个爱心满满的心意 也非常代表所有的乡亲感谢我们这两个单位 希望透过这一次捐赠能够抛砖引玉 使其他单位团体可以看见布里乡 都是代表所有乡亲 谢谢善心人士 记者高松松布里乡采访报道 谢谢善心人士